W是指英文或数字 那接下来W比对完就是会比对到Jung 然后再比对H 所以H就会比对到斜线斜线D加 那所以这个斜线斜线D加会比对到20 然后呢 再Burstay 然后再比对这个 这个会比对到1990 8 31 这样OK吗 所以我用一行Regular expression其实 在呼叫Match 在呼叫Match之后它就会比对到 比对到之后呢 你可以把它抓出来 这个Regular expression中括号后面写前字号 然后end 这代表取出整个 取出整个比对到的支撑 如果我写前字号E代表取出第一块 但是请注意这个第一块一定要用括号括起来 如果你没有括起来 它就不会被认为是第一块 那就会取错 括号括起来的意思代表说 它这个东西是比对后的 会放入比对后的元素里面 那不括的话 它就不会放入比对后的元素 那你最后就取不到 所以如果你想把它取出来 你应该用括号把它括起来 好 这样子的结果 它就把第一个比对到的东西呢 传回去 OK 那这里有一个JavaScript上面重要的概念 我们之前其实大致有提到 但是没有提到这种语法 我return大括号 OK return大括号 大括号这里两点 就是每一个栏位后面两点 然后是内容 这种东西它会做什么 它其实代表的是一个物件 我要传回一个物件 那个物件有esp name age year month day 这些栏位 每一个栏位的内容分别是这样 OK 这个很高竿 我觉得这种语法真的很棒 但是这种语法 其实它有一个特殊的名字 后来它被拿来作为sml的替代品 知道那个东西吗 这种语法叫做 叫做Jason Json J S O N Jason 这种语法叫Jason 那 这样子讲 大家其实是听不太晓得 但是这种语法 但是这种语法写起来比sml短 所以它用来当html的替代品 有不是html 比sml短 它用来当sml的替代品 比sml好的地方就是它短 第二个它可以直接迁入在JavaScript里面用 好 这样 OK吗 好 这个程式的执行结果你会看到 第一个 哦 这里还有一个 没看 没讲解到 这一个呢 它是说 我要去比对这个东西 或者是这个东西 好 那 呃 当我比对到这个东西之后呢 我要把它取代成 空字串 比对到这个东西之后 我也要把它取代成空字串 好 那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斜线S代表空白 空白 空白 各种空白资源都算 不是只有那个真正的空白 包含Tab 跳隔键 那包含Carriage Return 就是换行键 通通都是空白资源的一种 好 所以它的意思是 它要比对空白 信号代表零次或零次以上 所以零次也会比对到 一次也会比对到 一百次也会比对到 但是是要连续的 这前面的 这个符号 这个我不知道怎么讲 这个符号 盖子符号 它代表的是字串的开头 后面的前字号代表的是字串的结尾 好 这样你看得出它是什么意思吗 字串开头 如果有一些空白的话 我要把它取代成 没有空字串 所以就是把空白 开头的空白移除 字串结尾 如果也有一些空白的话 我也要把它取代成空字串 所以就把字串结尾的空白移除 所以它一句话 就把字串头和尾的空白全部移除 这样可以理解吗 所以你看它的执行结果 ABC我前面刻意叫空白 呼叫trim trim就是这个函数 就是这个函数 OK吗 这个函数还记得吗 我们上次有讲匿名函数 匿名函数 没有名字的函数 但是现在其实它有一个变数 指向它 所以这个变数叫trim 所以你还是可以呼叫它 好 而且请注意用strim.prototype 这个也是上次讲过的 prototype 这个在JavaScript里面 其实是个关键字 它代表就是 那个自己的那个意思 所以strim.prototype 就是strim的这个类别 我把它加上一个trim的函数 这很好用耶 因为你居然可以帮一个 像strim这样的类别 随便塞一个函数给它 就说你有这个函数了 这很好用 好 那当你这样做完之后呢 你就可以呼叫 直接呼叫自串 呼叫自串的trim函数了 OK 这真的很好用 我觉得我非常欣赏JavaScript这一点 所以让我觉得 诶 奇怪 如果JavaScript设计的 感觉已经这么好了 那我们为什么 要在web server上面用什么 什么Java C-sharp 或者是Python Ruby 我为什么不在web server上面 支援JavaScript就好了 我在apache apache里面支援JavaScript 那不是太棒了吗 我就前端也是用JavaScript 后端也是用JavaScript 写 我就只要会一种语言就好了 那甚至如果更棒的话 我就在Vidio Studio 和Linux里面 通通都支援JavaScript 大家都用JavaScript写 一种语言全世界搞定不就好了 太棒了 但是JavaScript一定有它的弱点 第一个弱点 应该就是跟C语言相反 C语言很快 它应该很慢 OK 所以如果你全部用JavaScript写 预期可能会很慢 除非你可以把它事先编译 但是这种语言要编译 我买了 这种语言 这种语言